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湾区自博博强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清源 清源有什么好东西呢 就是我们到蝴蝶湾 濟華園的蝴蝶灣 大家在外圍看看大環境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環境是非常之舒適的 整個圓林的風格也是一個深中式的風格設計 加了現代的一個中式風格 前面的就是我們的銷售部 集中心 我帶大家進去就詳細和大家介紹一下 整個項目的一個整體的概況 來到這裏就是一座大城 我們的一個配套設施都非常之豐富 首先我和你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地理位置 首先你看看這個藍色的部分 就是屬於我們濟華園蝴蝶灣的一個位置 我們是正處於長龍大道 雙向百車道正中間的位置 這邊的話長龍大道為什麼會命名為長龍大道呢 其實我們項目距離長龍是一路之隔 大家知道長龍集團在這裏拿了一塊地 投資300億做全中國最大的動植物 深南港園 它是14.4萬方的 亦都是相當於目前的潘如長龍 九倍這麼大 九倍這麼大 沒錯 未來這個長龍見起來的話 會引入的一個人流 即是旅遊次 我們大概是去到三千萬人次的 每一年 我們首先先看自己這個項目 我們世華園蝴蝶灣 其實有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軌道 有兩條軌道在旁邊 這條就是港青輕軌 港青輕軌在2011年就已經開通了 港青輕軌 在廣州上來 它是由我們清遠市區 最到港青北站 然後再到白雲機場站 如果是最近我們這個站 就是銀棧站 銀棧站過來我們這個項目 這裏距離人 是的 我想問就是 大概是1.5公里 1.5公里 我們如果是下了這個站 再走回來自己項目的話 大概是十分鐘內就已經到了 即是走路也是十分鐘左右 沒錯 如果你不想走路的話 你可以直接轉成這一條 次元浮列車 這個次元浮就是濟華園站 一出站就到自己項目了 這個是一個駁劫站來的 沒錯 次元浮 次浮列車 次浮專線 是今年7月份馬上要開通的 7月份 9月份就正式要試運行 亦都是港青政府著重開發的 這塊地 這個元浮這條線是怎樣走法的 你看看這個是港青產業園 再到華南府基地這個位置 總長度是38.6公里 38.6公里 它最主要是為了清遠的產業 和加這個旅遊的動線 亦都加速和這個廣州 港青一體化的一個發展步伐 這條線路其實似乎 全中國只有三條 第一條是在上海 第二條是在長沙 第三條是在我們港青板塊 那政府呢 我都來試試 是 沒錯 即是說坐到銀站站 再轉 再轉成這個次浮 哦 就到我們自己的項目 濟華園 很方便 濟華園站 它就設了一個站點 出站就已經是遊園了 出站就回來我們自己的項目 okok 好 那我們呢 其實我們來的項目 距離廣州 只是我們是和港青交界處 即是廣州和青縣的一個交界處 一個 所以未來發展這邊也是非常之好的 廣州後花園 廣州的後花園 正式的後花園 嗯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 來到廣州花刀雙圈 那也都去到是半個小時左右的車程 哦 是的 那你除了可以開車 近花刀 最低就是花刀 那如果你說去到廣州市中心的話 一個小時左右 開車 那你現在講開交通 我們這些客戶 就在香港那邊過來的 要在香港那邊過來 我們這個項目是怎樣走呢 如果是香港過來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坐高鐵的 高鐵很近 大概一個半小時就到了 那你在 高鐵怎樣走呢 如果坐高鐵的情況下 你就去到深圳 即是你在香港過來 然後那邊有一個深圳那邊的高鐵站 高鐵站直接直達的了 嗯 去到哪裏 過半小時就來到我們這個清遠高鐵站 沒有講高鐵站 哦 在深圳坐高鐵就直接去到這個 清遠 清遠高鐵站 沒有講高鐵 沒錯 這條線路它是直達直通的 大概是去到一個小時 二十分鐘多些就已經到的了 而高鐵站 你如果去下站再回來我們 濟華園胡蝶灣呢 大概是二十分鐘就到的了 二十分鐘的車程 對 二十分鐘的車程 因為這條清廢路 它也是雙向拍車道的 嗯 而這邊開通 現在目前的話 這條路正中間這條路 還未開通 如果是今年開通的情況下 這條到這個高鐵站 亦都是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的車程 哦 非常之方便 如果是過來我們這個清遠高鐵站 那裏 叫步跌跌就很快到的了 是的 沒錯 其實等兩三個紅樓 等五十多二十分鐘 嗯 其實那個車位都沒有坐 已就到的了 非常之方便 最重要是那些路順暢 沒錯 如果路不順暢 哪方面都沒有用 嗯 如果是白雲機場過來的話 即是你坐飛機過來 那就更加近了 你可以坐這條廣州東環際城濟線路 即是我們這條城濟線路 然後就來到我們這個廣州北站 北站再轉成這個港青青軌軌 直接來到我們這個銀柵站 我們這個大概需要花的時間 大概去到三十分鐘左右就已經到的了 所以的話呢 其實是非常之方便 路線也是四通八搭的 項目的一個總體規格 那首先呢 我們所站的位置 這條就是長龍大道 那長龍這個項目呢 旅遊項目呢 是跟我們一路之隔 你看這邊的動物 植物都在這裏 是的 我看你的圖都是一路之隔 在清徽路隔開來就是這條路了 是 沒錯 這條是長龍大道 這條是長龍大道 是長龍大道 因為我們這個圖呢 因為長龍很大 其實它有時隔到這個範圍 都是屬於長龍的 幾個山頭都是屬於長龍的 非常之大 明白明白 你說是鋪魚的九倍嗎 九倍 是的 那現在呢 等於是兩個澳門那麼大 這個長龍 很誇張 對 澳門大概是八平方公里 就是整個澳門 是的 那16平方公里那麼大 就是兩個澳門那麼大 現在我們所站的位置呢 售樓部就是在這裏 那售樓部這裏 未來呢 我們是打造一個商業總部 也就是購物中心 在這個位置 就是購物啊 娛樂啊 你說 就是市中心 就是滿足了整個 就是購物的一個商場 一生乎所需啊 一生乎所需啊 還有休閒啊 休閒啊 都全部是集中在這個位置的了 那整個項目呢 我們就是一條魚的形狀開發的 看看有沒有 就是六十萬方的一個雲女大盛 嗯 那就大概是九百畝地 這邊呢 是一個魚頭的部分 這裡是魚腹部分 魚尾部分 在這裡 那整個項目的配套設施是有什麼呢 首先我們看回 這個呢就是我們超五星級的帆船酒店 帆船酒店 然後延伸過來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一個溫泉酒店的配套 那我們這個呢 是屬於一個 溫泉的合院別墅 就是戶帶溫泉 就是一溫泉入戶的 是 沒錯 我們的別墅呢 是溫泉入戶的 花園呢 每家每戶都可以做溫泉士 冬天可以回來泡溫泉 那明天有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全國首例的一個水晶湖 好不好 這個水晶湖 為什麼叫水晶湖呢 它的水是呢 就是非常之淡溫泉質質的 而且呢 我們是可以達到飲用級別的一個水 這個是活水湖來的 這個呢 它是一個 即內部是活水 而且呢 我們是通過一個 非常高的一個技術處理的 是一個 就是它是過濾 而且呢 還有一個超星波的一個技術 每天呢 它都會令到這個水呢 它是波光淋淋的一個感覺 嗯 而我們這個水呢 我們會 就是會打造一個海上住駕區的感覺 嗯 就是有沙灘 有水可以潛水 可以游水 可以游水 沒錯 另外呢 這個水晶湖呢 它就好像一隻蝴蝶一樣 相陷在我們這個溫泉河院別墅當中 那這個呢 就是四平方公里的一個蝴蝶四翼的河道 嗯 這個河道有什麼用呢 我們是隨時除黑 作為我們的業主 可以在自己家門口 就可以游水啦 撐皮艇啦 一直游到這個大湖裡面玩的哦 游水呢 是的 另外的話呢 這邊呢 還有沙灘可以玩的 嗯 還有可以玩的 未來這邊呢 會打造一個網紅景點 那現在我們進來看的就是一個 一百三十五方的 那這裡進來呢 其實都很傳統的 好像有個岩關位那樣 沒錯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進來呢就是自己的一個 一三五月 送的花園都大很多 是 這個花園呢就是 好像這個呢 就做了一個巴桌啦 喜歡喝酒啊 平時喜歡燒烤啊 可以約一些朋友回來啊 聚客餐 反正一點 朱鵬狗又回來呢 不要說烏煙瘴氣 抽煙或者喝酒 當然有氣味的 沒錯 在外面 還有呢 現在不是很流行的那個圍爐煮茶嗎 好像幾個閨蜜啊 幾個朋友圍著 這樣喝杯茶聊聊天 我們有沒有玩這些的 我們平時都有搞的 下次都還沒說過 約幾個閨蜜啊 一起去聊聊天 真的很舒服的 真的 現在進來呢 其實戶型呢 跟剛才我們八一方那個 就是大同小異的 一樣 其實我根本上看到就是放大了 沒錯 就是一個放大的模型 包括他 無論是室外也好 或者是室外也好 都是放大了 沒錯 那麼大一點呢 就整體來說 舒服很多 這個呢 就是大25方 直觀信都不同 沒錯 大25方又賣到多少錢呢 其實這個總價呢 我們其實150萬左右都可以拿到 150萬至800萬之間 因為200萬都不超 就可以買一個稅 其實和八一方的相差不是很大 相差不是很大 其實我們剛才都說過 這個和八一方的風格差不多 但是呢 我們的面積是放大了之後 這裡是多了一個空間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自己喜歡做什麼就是做什麼 或者你可以做一個茶室的就可以 或者你自己做一個音樂室的就可以 因為有些人喜歡彈琴的 比較不想外界去干涉 就可以在那裡 這裡是一個公用的衛生間 那麼 同樣出來這裡 同樣出來這裡 跟八方的風格一樣 這裡大一點 闊一點 那麼 這個呢 其實我們可以 有些客戶做一個長者房的 因為長者就不需要爬樓梯上二樓了 這樣也都方便到她生活 那麼 況且來說呢 出來這裡也是我們外圍的一個花園來的 所以長者早上在外面做一個運動都比較好的 OK 我們現在帶大家上二樓看看 每個樓梯間都有一個通風和透光的位置 好 首先走進來就是我們一個大房 這個不用問 肯定主人房 這個洗手台都做到是兩個 大家互不干擾 浴缸 浴缸 淋浴房 包括我們一個如廁的地方 都是一個獨立空間來的 看看我們的房間裡面 房間裡面呢 哇 夠了 你真是想像不到 8-1和 135是差20方 只是大很多很多 你看看 通道很大 再加上我們一個衣櫃 衣櫃 60公分的深度 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麼闊落的空間 多大呢 另外呢 它也都配置了我們在主人房 有一個陽台 嗯 嗯 這個陽台呢 我們的鏡頭可以看回這邊 我們 看下去下面呢 就是我們一個花園來的 今天呢 就有我們的 那些 那些 綠花公呢 在那裏裁展我們的花草樹木 這裏做得很好的 它每一個階段 都是一個維護在這裏 嗯 好了 我們來看看還有一間房 還有一間房間呢 這間可以說是小朋友房都可以了 同樣呢 都是一個套房來的 入到離手先就是一個衛生間 然後呢 就是我們一個睡房了 睡房其實很舒服的 同樣是落地 即幾乎是落地窗 就靠在這裏 完全看了我們外面的環境 很靚仔 很舒服 廖小姐跟我們介紹過了 包括我們的樣板房 從110方的別墅 183方的別墅 183方的別墅 到200多的別墅 都跟我們大家介紹過了 我們現在又選了一個點 大家看看 剛剛啊 李女仙說的 維路主查近期很流行 讓我們站在這裏出稅 先把我們這個項目的優遇性 我們在這裏總結一下 好啊 好啊 你看看 現在我們整個項目 都是以別墅為主的 你買的是一個純別墅盤 而且我們居住的環境 這個就是0.89的容積量 所以你看看別墅 我們從110方到243方的建築面積 這個總價呢 我們是在100萬 再到500萬之間 譬如說你買一套 1001方的一個別墅 就是帶前庭後院 也都帶車位的 你想是說 其實就是用住洋房的那個價錢 可以享受到住別墅 那就大概是去到 你想想 如果1001方 1003萬就可以買到別墅 或者很划算的 你除了可以自己住 除了你剛才所說的 可以買洋房的價錢 可以買到一個別墅 沒錯 我最欣賞的是 可以幫你裝修 而且價錢不貴 是啊 你在外面做就非常貴 這個價格 如果是自己裝 都裝不到這個卡別 是的 有帶裝修 又有無Pay可以選擇 無Pay可以選擇 無Pay可以選擇1700元一個方 沒錯 看你自己 有些我不在乎 我不需要你裝修 我大把錢想下去 我以我個人的風格去做 什麼都不出奇 但有很多 我不想這麼麻煩 是啊 因為很傷腦很銷腦 更慘 比看碟戰片 他跟你裝修完之後 你看看 我們現在的風格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近幾年裡面 我們推廣一個 就是我們以中式的原林 沒錯 因為以前 在若干年前都比較喜歡歐式 其實歐式是沒有中式文化的 講文化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那國人的丸子 大家都說 它有一定的一個文化在 並且有一件事 以我們的建築成本計 中式是貴很多的 是的 西式那些 直批直上 做土形 沒錯 很簡單的東西 包括這個圓南綠化也好 整個整體項目的規劃也好 你看到我們現在的中式設計 它無論在任何方面來說 它比我們西式設計 是很考心思的 大家看到我們的圓南 以及我們的屋頂 都有不同的風格 在我們節目結束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是灣區之業 我們下期再見 OK 拜拜